主席好,各位先進,大家好 高教司長在不在家? 何司長在嗎? 剛剛在,現在人呢? 趕快,我們稍微等一下 我的時間要停一下 先停 時間要先停一下 歸零 歸零 特別有來 他今天有來 先問部長要 部長要站起來兩桌,比較麻煩 好,那我們現在有請部長 好,那我們先請教部長好了 因為這樣部長要做些要起來,比較麻煩 沒關係,徐委員你好 部長好,各位先進,大家好 謝謝 部長您知道那個國小教師編制 就是明年要用1.55計算對不對 其實1.55已經開始了 就是1.55,1.6,1.65,1.7 我們希望做到這個,在三年之內 那現在各縣市在做教師徵選的時候 是用多少比例,您知道嗎? 是用多少比例,我們希望至少要到1.55 至少要到1.55 而且我們甚至在課稅配套那一塊 我也責成他們要趕快努力 如果課稅配套的那些代課跟代理 是不是可以也某種程度用專職的角度 所以一定要做努力 我在這邊跟部長提醒 您去注意一下這個問題 好 現在各縣市很多都是用1.55去計算 所以在教師徵選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少 我會請這個國教師的這個 這個黃師長啊 具體去要求一定就是 既然1.55是我們現在政策也要做到 就應該用這個1.55來做指標 我想給部長建立一下 可能教育部如果主動出手 是 會比較落實 是 比如說教育部就發個文到各縣市 不用再去查了 因為你查也查不完 到底哪裡有哪裡沒有 可以 我想這個本來就是可以做 這就是政策嘛 我們就具體具體作為好不好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1.55 應該是以縣市為單位 還是以各校為單位 1.55縣市 現在的設計是用縣市做考量啦 那不過我想基本上也還是要落實到學校嘛 對不對 在縣市為標準 可是其實基本上落實我覺得應該落實到學校啦 所以部長的理念是正確的嘛 應該要落實到學校 那現在是以縣市為主 在教育部的要求 對對對 那從縣市的要求跟各校的要求 這中間會有一段差距 是 這個差距什麼時候才可以米平 我想我來我會來整個看一下啊 就是說這個過去用縣市為思考的這個作為 做實際用縣市來看這個指標 可是呢我覺得應該落實到學校 為什麼之間有這個落差 我確定了解以後 它的原因 我要把這個原因讓它消除以後 讓它可以往下去做 那這個應該是儘快來做的 對 既然是這是一個統一的一個標準嘛 就應該以 儘量是以這個 以各校為做考量啦 是不是可以麻煩 教育部做一個統一的設計 然後如何落實到各校 1.55的標準 好 這個我就是來努力嘛 我們來努力來做 謝謝 那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時間 是 我想其實這個應該就是現在先通令全國 這個一定要做到1.55嘛 那從各校滿足這個條件的作為上 我希望我要先了解一下以後 看看我怎麼樣排除這個這個原因 八月 那這個我想黃市長說 他可以在八月一號以前 可以完成 對 這個學期 新的學期 新的學期開始就 是1.55 以各縣市為主 是 那中間這個落差呢 對 就是到下個學期 對 務必要把它補足 我們想辦法努力來把它補足 好 要務必完成 好 來努力 因為 這個理想 1.55其實我很謝謝部長跟教育部的努力 就是 有這樣子的決心來貫徹 對 讓我們的師資在國小可以增加 是 我們也希望1.55 1.6 1.65 1.7 這個既然是這是政策 就應該逐年的讓它到位 OK 因為上一次 就是 部長有公開說百分之百可以完成 是 那我也很 欣賞部長 這樣子的 政策 謝謝 努力的決心 謝謝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努力的結果 是 好 所以 每一年我想都會產生這個問題 是 好 隨便 對 奇相對 每一年都會有 解更多 一萬聲 好 應該等等 等你 我們想對 再問一次了 每一年我們教育部就確實把這個事情做好 謝謝 那另外就是 公立學校附設幼稚園 我們教育部 根據我們的幼教法 幼教法 第十八條的規定 就是從101年開始 1月開始 就是公立學校附幼 要多加一位教保人員 那現在執行的情況如何 請問部長了解嗎 我想這個我的了解是說 這個八月一號起 應該是全面 全面都會配置 就是全部 就今年八月一號 這個開始 全部都要有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的要求 就是八月一號起 要全面的有 部長我想 我們是很認真的 很仔細的 在看教育部執行的政策 到底有沒有落實 那這邊本來寫的是 101年1月起 好 那我們變成八月起的時候 是不是在執行的 對 因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然這個整個 幼教法的施行 1月1號開始 可是因為我們改制 正式改制完成 全部公立 公立的這一塊 都是八月1號 所以說我們就要求你改制 一改制完成 對不對 你就要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八月1號跟1月1號的落差 是因為這個原因產生的 所以你注意看到就是說 希望部長可以更加的 督促跟要求 我們教育部 要根據法 如何來落實 我想 解釋的理由 勉強可以聽得過去 謝謝您的接受 但是呢 我們希望說 要有個概念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敗的人找理由 好 我想我們不會 不會找excuse 不會找理由 該做的就應該做了 也謝謝您的提醒 我們希望說教育部 在部長英明的領導之下 謝謝 可以做得更嚴格 更紮實 謝謝 這個部分是 一些幼教 學校 他們的需求 那也很多 基層的人員 這樣子的反應 我們希望說 能夠盡快的落實 我們來努力 謝謝 那另外 公立幼兒園 在鄉鎮公所 現在執行的好或不好 部長您知道嗎 其實是有一些狀況 因為未來的人事費 各方面的負擔 其實是也還蠻重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些 鄉鎮市公所 他負責的這些公托 他的改制 各方面 有些就在這個時間點關掉 也確實有 我的了解有100多所 那當然我們也努力的 透過協助 看看是不是人事費 可以分級 做一些補助 能夠維持 同時我們也積極的去看 至少如果他關的話 原來的那些容量 原來的那些能量 必須在臨近的 這個員所裡面 儘量能夠 能夠讓他產生出來 至少總量 不做減少 這個是minima 最低門檻的一個努力 要做 最起碼要做到的 我想 我希望看到教育部的努力 跟誠意 就是說各個鄉鎮公所 的公立幼兒園 其實大部分都是弱勢家庭 甚至偏遠的地區 他的公立幼稚園是更需要 那今天如果偏遠地區的公立幼稚園關起來了 那這些偏遠地區的弱勢兒童 他想要收到教育怎麼辦 我跟學員特別說明 就是說我想我們會再近 我也去了解了這個狀況 當然不會就是隔壁 可是基本上距離都還算是不是太遠 有少數案例可能稍微遠一點 不過我想基本只要有一個案例 我們也希望積極的協助 讓原來的就是可以在那個 那個員所可以上課的小朋友 不至於受到太大的影響 這個是我想我們 我有全面的要他們去了解 要去監督這個事情 在這邊再跟部長提醒一下 就是少數甚至只是一所 這樣子一個公立幼稚園偏遠地區 要被關掉的時候 那這些孩子部長要怎麼照顧 我想第一個我們當然主張不能廢 那真的逼不得已配套在哪裡 現在是這樣子的 偏遠地區當然它可以用比較低的條件 可以用社區複助式的這些作為 可以來做啦 那時間不多 所以就是說包括這個 那還有就是 幼稚園跟托兒所在幼托整合之後 很多的幼稚園 他可以接受托兒所的學生 那托兒所的不能變成幼兒園 因為其實幼稚園原來跟托兒所比起來 他的設置的條件 各方面門檻本來也就比較高啦 可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 讓他至少把條件拉上來 讓托又托這裡 我想這邊也希望說 教育部能夠去注意到這個問題 當然幼稚園跟托兒所 他的設備各方面的要求 要求是不一樣的啦 幼稚園是比較高規格的 但是我們不能說 這樣托兒所你就都從關起來啊 那就是我們要協助嘛 讓他也可以達到這個門檻 我想這個部分 剛才我問的這幾個問題 是不是教育部有具體的作為 給我一份報告 那我們再來了解探討討論 如何提升我們的孩子們的品質 我也跟委員特別報告 我們這邊也提了一個四年的 幼稚園整個整合的 優質的發展計畫啦 這部分我想也會把資訊提供給委員 那個高教師長 不知道到了沒有 何市長請 何市長這個一週刊 這個市長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了 我個人覺得非常遺憾 我想媒體應該要有社會責任 他的影響力非常大 尤其有教化大眾的責任 那到底有沒有你的職值呢 在念中華大學 和我完全無關 而且我們也了解到 那個是我們過去教育部的同事 誰是教育部的同事 他所說的舊公不是我 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孩子的舊公 是教育部的另外一個同事 現在退休了嗎 基本上我想他已經退休 我們就不提了 好 來 這個 我請了我們政風處的同仁 去做的調查 全面調查 跟何市長完全止虛無有 完全沒有關聯 這個媒體的報討 其實我們還要求提出 要請他能夠做更正 所以是沒有關係的 那個跟市長有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坦白講這個 可能就讓 教育部政風做進一步的調查 我們已經調查完成了 因為這個事情 對於整個 對市長的清白 我想也是影響很大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是冰山的一角 中華大學 可以為了一個學生開一門課嗎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如果在他的正常的程序的作為下 讓學生能夠畢業 有些學校有 中華大學可以在 那不應該透過關說 透過其他的方式來做 那就不適當 部長我沒有什麼時間 我趕快講一下 謝謝 一個被當的延避森 臨時加開鼠修 8月18日學校簽合 8月22日核准開課 9月份拿到畢業證書 只交了電子檔 中華大學到底有沒有問題 對這個作為就是說 用這樣子的程序來做 我想我們也願意去檢討一下 去看一下就是說 他這樣子的作為 是不是有違反他正常的程序 俗修開課的課程表 沒有這一門課程 我聽起來這個程序是有 所以這一門課程呢 是專門為一個人開的工業管理課 即使這個案子跟何師長 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在教育部的立場 在高教師的立場 對這件事情應該要怎麼處理 對我剛才也談了就是說 這樣子的開課 我想當然大學有自主的權利 他可以開課可以去做作為 可是他有這種不正常的 這樣子的突然的開課或什麼 我想我們也願意了解以後 是有瑕疵的 我現在看到就是他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是不適當的 可是我願意這樣看 如果不是透過關說一個學校說 因為我的學生要讓他畢業 能夠特別去做開課 不必然一定有弊端 可是這樣做 我們必須清楚的了解以後去 我要知道教育部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我要知道教育部後續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這樣好不好 我會用書面的方式給這個許可委員做 就是我說的 我要知道這部後續怎麼對待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好 兩位請回